各位好久没有说娱乐圈的八卦了 很多喜欢听的粉丝给我发来了爆料 浩哥这个事你一定给我们说说 好久没听你说八卦了 王小飞要再婚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们挖掘挖掘 王小飞确实他23号在他的直播间 说今年要再婚了 那这个对象是谁呢 这王小飞对台湾美女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这又是一台湾的网红美女 叫做Mandy 看这个Mandy的长相 是王小飞喜欢的那种类型 这个脸型的标准的整容脸 是吧 这个比大S年轻 然后比张盈盈也稍微的精致一点 是不是台湾女孩 这个软声软语的这个劲头 王小飞是十随之位呀 忘不了了呀 不知道啊 Mandy 这个曾经呢 大家看到年前呢 她和Mandy呢 一块出现在机场 一块去台湾 这就是那个网红啊 大家感受一下 我不会把她当作 感受一下这标准的网红脸 对吗 一会儿呢 给大家揭秘 连她的整容医生都出来说话了 好家伙 有点安吉拉贝比的意思是吧 反正是一个模板嘛 身材不错 但愿是真的啊 怎么样 男伙觉得 反正是大S比大S年轻是吧 大S看了以后 大S还挺那个豁达的 说祝福王小飞啊 然后二婚 这次呢 一定要白头偕老哟 大S还是挺豁达的 那王小飞为什么宣布结婚了呢 他说呀 因为他对孩子太好了 今年必须结啊 给Mandy买一个大大的戒指 他对孩子那么好啊 你看 他的择偶标准 就是对孩子一定要好 王小飞人品不错啊 说实在的人品不错 这个Mandy呢 和他呢 官宣不久 已经 王小飞多次表示自己想要结婚了 而且呢 王小飞还带着Mandy和家人呢 在春节的时候一起去这个新加坡旅游了 同行的还有谁呀 洪秀柱一家 跟洪秀柱一家啊 洪秀柱呢 已经75岁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嘴甜的王小飞呢 还是喊洪秀柱呢 是柱姐 介绍女友Mandy的时候呢 还开心的说啊 这是你家的儿媳妇 王小飞看来对这个Mandy还是相当满意的 这一家子啊 王小飞呀 张岚呢 还有小月儿啊 新女友啊 这个被拍到 在这个新加坡 王小飞呢 在直播中呢 还说呀 努力 要这个赚奶粉钱 为了Mandy 也要赚奶粉钱 要买一个大大的戒指 这个他说呢 他跟那个赚莹莹分手话啊 说自己呢 很专一 有足足一年的空窗期 才和Mandy走到了一起 他说这个Mandy是山东人 山东人却定居到台湾了啊 因此呢 王小飞到台湾 看孩子的时候呢 就叫上Mandy 和Mandy约会的时候 也会带着孩子久而久之 两个人的感情升温 孩子们也很喜欢Mandy 那么这次呢 介绍王小飞和Mandy 认识的梅人 叫什么呀 叫李进良 他也爆料了两个人相识的过程 李进良 是一个知名的整容医生 也是呢 台湾知名艺人 胡瓜的女婿 胡盈珍的丈夫 大伙明白了吧 Mandy 就是她的作品应该 这个梅人是这么介绍的 他说呢 Mandy是医美界知名的美容顾问 你大伙明白了吧 给自己整完了以后 然后呢 你看我整的好吗 我给你介绍李医生啊 叫美容顾问 大伙明白了吧 美容顾问啊 李进良呢 去年和他一起啊 在这个 就是叫Shotel 就是汪小飞的那个酒店吃饭去了 正好碰上汪小飞 然后呢 李进良呢 说赞成两个人结婚 表示呢 汪小飞和Mandy交往以后呢 个性都改变了很多 称Mandy呢 就是汪小飞的精神解药啊 李进良还说呢 汪小飞求婚的时候 自己呢 一定全力帮忙了 汪小飞官宣二婚以后呢 这个大S啊 献上了祝福 这次呢 一定要白头写老妖为你开心啊 但是S妈被问及此事的时候呢 便挂断了记者的电话啊 用短信回复记者 不要访问我别人的事情 此前呢 S妈还表示 如果汪小飞再婚 一定会祝福 如今反差倒是挺大 是不是 S妈 是这个反应是不是喜欢这个女婿啊 一一听他再婚了心里面有点酸酸的啊 各位 也有这个意思吧 之后呢 张盈盈 前女友和张兰呢 都回应了汪小飞的再婚 有意思的是张盈盈的态度和大S一致啊 张兰的态度呢 则和S妈 如出一辙 哎 这有意思了啊 张盈盈大方的回复网友 祝福 一定要对女孩一诺千金 白头写老 张兰直播的时候被问及这个事儿 起先装作没看见 后来没好气的说 别问兰姐 今年结不了婚 其实呢 张兰啊 可以说是对汪小飞的历任前女友都十分不满意啊 对吧 那个因为张兰年轻的时候就首寡 可能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汪小飞身上了 了 只要是汪小飞身边有女的 她都是不满意啊 不满意 此前呢 汪小飞官宣和Mandy交往的时候 张兰就不以为然 说我只要我只官宣我还活着呢 活着挺健康 闲外之音对Mandy呢并不算满意 不过张兰呢 这次却和Mandy一起去新加坡过春节啊 大家呢 是个也看不出他真实的这个想法来 说汪小飞这次官宣再婚呢 有人看好 有人不看好啊 这个汪小飞都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那个还能捉弄几回啊 看这次大伙能维持这个多久呗 是吧 反正是这玩意儿有人说离婚呢 可能会形成一个习惯 不过汪小飞这也是也就是第二次 第二次吧 是吧 我们看吧 各位我们看吧 咱们下集再聊 点个订阅 我看到这边 好